广州电视台单红主持人赵蓉重拾声乐专业 近日在今为即将于一月上映的电影《富贵千金》的主题曲《梦中情人》拍摄MV 拍摄现场赵蓉或是身穿白色透视男款衬衫 亦或是吊带家居服敬嫌小女人居家之景 收到新歌的诞生他表示还要感谢自己的老板 这首歌曲《梦中情人》那其实是郑元写的一首歌 那当时因为我的这个老板刚好无意中听到这首歌 那因为我之前拍了一个电影 他们觉得这首歌就特别合适放在这个电影里面做一个主题歌 所以后来我们就把它录制之后拍了这个MV 那这首歌曲叫做《梦中情人》 就是讲两个人有缘无分 在梦里面的各种相遇 然后期盼能够在这个茫茫人海下个世纪 能够继续展开这样的一段缘的一个故事 演艺圈中演而优则唱的人不在少数 而赵蓉则选择多方发展 不仅主而优则演 此次也主而优则唱 说到最爱哪方面赵蓉难舍其一 我觉得每个阶段都还不一样 因为主要是主持呢 就是一毕业就到电视台当主持人了 好像也顺理成章的慢慢开始学习 也是从不懂到慢慢就做一些综艺的大型的晚会开始 那么现在在广州这个平台 我觉得基本上也是差不多 就做到一定的这个阶段 大家对我主持的形象已经就是有一种根深蒂固 就是这样了 那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多点去尝试一些其他的东西 因为主持可能还是自己的东西 本色的东西多一点 可是演员就可以通过每一部角色 去塑造不同的我 去发掘不同一面的自己 那这个过程我自己是觉得很感兴趣 很好奇的